在动物园里经常有游客做出这样的动作 孔雀园里随处可见这样的提示 那么孔雀到底危险吗 首先孔雀开屏有时是一种防御反应 遇到侵犯它的动物孔雀会开屏警告敌人 其次孔雀也是格斗高手 跳起来腾空用脚踢 畸形目的鸟类尤其是雄性 在脚掌上方的位置还有一根尖锐突出坚硬的锯 是打斗用的秘密武器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鸟类可是恐龙的后裔 看到大好的鸟别惹为伤距离产生美 昆明动物园里有古往今来的生命流动 位于罗峰阁西面的急功号艺坊 谱写着云南弥勒人王翅的一生 王翅少年为谋生计弃学经商 建立起的商业王国号称南邦之雄 他热心地方工艺 捐资建桥 筑路 筑学 赈灾 1883年 中法战争爆发 耗费军饷巨大 王翅毅然电营六十万两 王翅长子王鸿图 官商合办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水利发电站 石龙坝水电站 筹建昆明自来水公司 他的一举一直在急功号艺坊 感染着世人 昆明动物园 为何这ес请如何 管稍稍西长 细那些 徳石 职蹈 察 航 vibrant 在昆明动物园里 有一座城市的历史片段 和集体记忆 展卷阅读 故人往事 历历在目 位于罗峰阁南面的 泼木遗封坊 转刻着云南大摇人 李玉堂的功勋 李玉堂幼年 袭读孙吴兵法 有非凡的军事才能 1894年 中日甲午海战爆发 李玉堂统领滇军 三个营的兵力 驻防两江 在任期间 平息各地霍乱 整顿军队 安民兴事 1911年 辛亥革命后 谢家归田 泼木 是名将 联波 李牧的并称 泼木遗封坊 送扬着李玉堂的 百战功勋 和千秋英明 相信每个人都会怀念童年 一起爬过的那棵大树 一起放学回家的小路 纯真无邪 简单如许 可是每个人终究要长大 生命旅程就是这样往复不息 但如果走过这牌坊 就会回到一个脱离现实的时间里 那你是否愿意随我一起呢 那一年 拽着父母的大手 年幼的身影 走过明城墙 还记得春日樱花漫漫 画笔描不出花香鸟语的生灵 树上斑驳的影子 树下闲适的路 棕色的毛发 在暖阳下的唯美色调 至今不变 像极了童话书里的世界 简单 美好 昆明动物园 美如梦境的画卷 任时光流逝 愿你归来 仍是少年 迎着天高云阔的时节 避空如洗 惊慌满目 累了 小气一会儿 听听嬉戏孩童的浑声笑语 似乎听到了自己 稚嫩的声音 直至孩子们都已散去 博天罗那头的天空 渐渐 退去白日的喧嚣 走下山坡 金色的屋顶 让人平和 安静 如同漫画般的地方 就是你我 共同的记忆 圆通山 很多小朋友来昆明动物园看动物的时候呢 发现呢有很多动物呢非常活跃 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动物呢是在睡大觉 因为的话呢对于动物来说呢 一天当中呢他们的观察的时间呢是不同的 比如说呢像什么浣熊 猫啊耳阔胡啊猫头鹰等等 那些动物的话呢也是晚上的时候呢才出来活动 然后的话呢像什么老虎啊 狮子啊 豹子啊 狼 对于那些动物的话呢 每天下午呢三点钟以后呢 活动量比较大一些 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些什么斑马啊 羊駝啊 骆驼啊等等 喂草呢是在上午呢十点以后 所以呢上午的时候呢是来看食草动物呢 它们的观赏性比较好 大家在昆明动物园看到过那么多漂亮的孔雀 但是你们知道孔雀蛋是怎么孵化出来的吗 孔雀的孵化呢 一般来说呢要孵化个二十九天到三十一天吧 孔雀 看呢首先呢是我们要筛选一次把那些有破损的筛选掉 然后呢孵化到个十天左右吧 很多蛋呢属于那个没有受精的蛋 我们呢是要手电台看一次那个蛋 把那些没有受精的蛋呢击除掉 十天以后呢每隔个五天到一星期呢还要再看一遍 那时候呢是看一下呢是里面的那些小孔雀呢是死的还是活的 那时候呢是要把那些准备破壳的蛋呢 然后呢拿了单独的放出来 和自己二十七天二十八天以后 小孔雀孵出来以后就可以了 他的叫声每一种代表的意思都不同 有一些叫声呢可能是针对发情期可以吸引异性 有一些叫声可能起到一种警示的作用 就是比如说有人来了有危险来了 他警告同伴 还有一种应该是在标记领地 告诉别的孔雀这是我的地盘 请不要进入 从前在森林里动物们都有自己的朋友 白孔雀却没有 有一次独木鸟来找他 他嫌弃独木鸟爱吃什么 走太坚不愿意和他交朋友 独木鸟伤心地走了 又有一次乌鸦来找他交朋友 他嫌弃乌鸦找得太丑 乌鸦是难过地走了 这件事传遍了全森林 从此以后没有动物愿意和小孔雀做朋友 小孔雀常躲在角落里哭 他跑去问妈妈 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呢 妈妈说 美不美不能只看外表 都看心灵 心灵美才是真的美 小孔雀改正了错误 从此以后动物们都成了白孔雀的朋友 一身精脆化不得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 绿孔雀的地位至高无上 为什么绿孔雀那么珍贵呢 每个动物园各大景区不是都有孔雀吗 这也许是几十年来 大众对孔雀认识的最大误区 我们经常见到的孔雀 是从头部到胸部都是蓝色的蓝孔雀 蓝孔雀的原产地在印度和斯里兰卡 只有绿孔雀才是中国真正的原生物种 全世界绿孔雀的总体数量加起来也不过一万只 从2009年起 绿孔雀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明露评为宾微物种 短短的二十年时间 绿孔雀在全球数量下降了百分之五十 那一尾长长的雨瓶如云霞般散开 五色的围雨朔朔闪光 宛如夜空中划过的一颗流星 它追随着最后一缕夕阳而去 只留给我永恒的背影 这是中国知名野生动物摄影师西智农 对于十七年前第一次见到绿孔雀的场景描述 第一次全国的种群数量还维持在八百到一千一百只左右 二十年以后就只剩下了五百五十只 在云南的红河流域 因为绿孔雀最后的栖息地被大规模破坏 正在悄悄上演着一场激烈到令人心跳的时间争夺战 绿孔雀剩下的时间还有多久呢 冬天到了 昆明动物园的动物换上了保暖的新衣 老虎狮子家的游泳池也变成了闲置区 毕竟冬天游泳可是很容易着凉的 但是再看看水晶池依然很热闹呀 难道这些水晶不怕冷吗 冬天来说呢 实际水里面的温度呢 和外面的温度相比呢 水里面的温度呢 还要稍微高一些 水晶呢 身上的毛呢 是有一层油脂 毛上的油脂呢 是有一个防水的功能 是吧 所以呢 很多是那些冰冷的水呢 是无法呢 直接呢 碰到他们的皮肤的 一般来说呢 是在水里面呢 始终呢 是处于一个运动的状态 然后呢 还会呢 有一些热量产生 所以的话呢 那些水晶呢 泡在水里面呢 很舒服 是吧 他们不怕冷 今年的冬天 昆明动物园的水晶池 来了一大多新客人 这是老几位 有白鹿 野鸭 白哥 诶 这就是刚刚抵达昆明动物园的新客 很明显欧了 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新客光临 昆明动物园 为了迎接这一大波新客人 白鹿大家族 礼让出了水上乐园 纷纷飞上枝头 热情的野鸭 负责陪同客人游览观光 尽地主之宜 马上到了宴请客人的时间了 水晶池的主人们和红嘴欧 一起共进美餐 有这般热情好客的主人招待 寒冷的冬天不再冷 冬天来了 一场冰冷的冬雨 让春城也寒一席人 宽敏动物园里的小动物们 面对突变的天气 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动物园里谁最容易冻成狗呢 很意外吧 最怕冷的竟是园内两大罪 大家都到扩敏动物园里 来看一看 猜一猜 究竟哪两种动物最怕冷呢 冷冷的冰雨 在脸上浮乱的拍 暖暖的眼眉 看伴雨昏成一块 原色明的天气 怎么说变就变呢 熊先生冷得冬眠了 有的小动物 采取运动热身的方式 精神抖走 说到云民动物园 最容易冻成狗的还有一位 就是园内两大罪之一 个子最高的长颈鹿 长颈鹿的长腿和长颈 在高温天气 可以起到降温的作用 可是在防寒方面 却弱爆了 动物专家们 早已为他们 开启了暖风模式 还特地为这些 逛着脚的大高个儿 铺设了许多的电料 就像是给地面 铺了一层厚厚的地毯 让它们温暖过冬 动物园里 谁最容易冻成狗呢 很意外吧 最怕冷的 竟是园内两大罪 其中一位 就是分量之罪的大象 是不是很多人都认为 大象皮糙肉厚 应该比较耐动 其实不尽然 像宝宝体型如此庞大 带来的问题 就是酸热块呀 大象盼龙的原因呢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 一个方面呢 是因为大象 主要是生活在热带地区 那么在我们云南区域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分布在 主要是西双版纳一带 气温都比较高 另外呢 我们可以从它的那个 皮肤上来看呢 覆盖了非常少量的背毛 平常对保暖的效果呢 相对来说比较差了一点 所以说可能就是比较怕冷 还是乖乖待在管里 吹吹暖风吧 当你每天守卫牙刷的时候 是否想过 为什么我们需要每天刷牙 来保持牙齿的清洁 而动物却不需要呢 其实动物也需要清洁牙齿 而它们在牙齿清洁方面 各有高招 许多镊齿类动物的牙齿 会一直生长 所以比起节牙 它们更关心的是磨牙 一些动物一辈子都在换牙 旧牙坏了就换新牙 代表动物有鳄鱼和大象 吃素的动物一般不会蛀牙 因为它们吃的是高纤维的植物 就算夹在牙缝里 也不会滋生细菌 肉食动物以生肉为食 需要大尖牙来捕食猎物 尖牙上面小下面大 牙齿间距也比人类大 不容易残留食物